Lun Sang 编程 Lun Sang 编程 Lun Sang 编程 HELLO 大家好 我是空姐 汪汪 汪汪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呢 相信很多人應該是生性不移覺得空姐應該是很容易交到男朋友這件事吧 其實並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航空圈裡面啊 這個行業大家應該都可以知道 大部分的性別是以女性居多 科技業或是什麼產業裡面應該會是以男性居多 那在这个行业里面 当你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女性同仁的时候呢 男性同仁是就属于是少部分的 但是呢 在航空圈里面 我会说有蛮大一部分啦 至少我身边碰过 男性朋友呢 也都是姐妹 那你说 那他们会不会就是 互相彼此来一点 如果说他们就是也喜欢男生的话 我身边碰到的也没有 就是并没有互相吸引的 因为他们就是 大多都是比较偏女性一点 所以那当你身在一个行业里面 就是女性之多 然后你的男性朋友也都跟你很相似的时候呢 就是内心也是一个就是 想舞台的时候呢 就会 比较不容易交到男朋友 那你又如果要说 诶 那在飞机上面应该很多人会搭讪你们吧 如果你要说在工作中应该 就是这个行业好像是很光鲜亮丽 很容易交到男朋友的话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也 我前几天的时候 又在员工的洗手间 就是听到同事在讨论说 最近都交不到对象啊 不太想要家人或是朋友 刻意去介绍任性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刻意的话 你可能就是心里面会有一个压力吧 我觉得 某一天也是在员工休息室里面 就是有一个女性同事 在跟另外一个同事讲说 她最近在APP上面认识了一个对象啊 然后他们还蛮了得来的啊 但是还没有见面这样 重点就是呢 空姐这个职业 在航空圈里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难交到男朋友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啊 当空姐男朋友这件事 不是很难民 空姐其实呢 如果找男朋友的话 应该很多人 都非常不喜欢给男朋友一件事情 就是 办表 每个月的办表 我们每个月是固定某一天的时候会出办表 然后办表出来都是一个样子 大家换的时候有可能就是 会换来换去 最后你的班跟当初出来 这可能是不一样 有一些人就是很坏 拿到空姐的办表这件事情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很多事 你可以知道说 哦他今天什么时间飞出去不在台湾 然后这个班机大概是要飞多久 他可能几天之后才会回来 呃如果有心人士的话 是非常有机图成 之前曾经有过一个 很常来的老客人 就是 公司的 很悲情场客 跟我讲说 啊要是我的话 他早知道就许一个空姐 老婆他一天到晚都不在 他可以就是 希望可以再交个两三个女朋友啦 之类的 如果你身为一个空姐 这样子有被利用过的话 你就会 心里面是会会有点阴影这样 我个人曾经有交往过一个对象 是 很夸张 他跟我说 我们当时是远距离 就是他也到外地去工作嘛 然后他说 如果我要跟他视讯的话 就是 不能太长 他不能每天 也不能太长跟他视讯 他说 跟他视讯的话要预约 跟你视讯要预约 我现在是女朋友 你以为我在看洋艺吗 哈啰 跟你视讯还要预约 我要讲的就是说 空姐的不酸 给男朋友帮你 要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 太 太好掌握 没想去 根本 根本不要讲说 他会打来早天 收讯都没有 虽然说像有外败这件事情 但很大部分的那个 机上是 Wi-Fi是不能拿来讲电话 没通话 这一类的 这功能是 我曾经身边就有听到过很多 嗯 有是男朋友的啦 甚至是 老公的啦 已经结婚 应该新婚半年 要很开心的那一种 在老公的手机里面 发现 简讯他曾经 在 呃 从事去非朝班的时候 把对象 就带到家里来 HAPPY 这样 HAPPY 大家自己去想像 这一类的事情 包括这一年的新闻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蛮多屠出不同的 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其实内心里面是 有点缺乏安全感 就会发表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 到后面 你甚至会有点 长班忧郁症 就是长班的时候 就会 不想要飞出去 会觉得 哦 酸 即便你今天要飞个 可能 澳洲啦 或是 巴黎啦 这类的地方 这经验很梦幻的 倒霾 还是会有点觉得 焦虑症 真是不想飞 是不是觉得说 今天如果让我去个巴黎 五千 我早就开始飞出去了 那 可能就是因为 你心里面有过这样的疙瘩 所以 就是会觉得说 嗯 那我不在这段期间 他会不会 就是去做什么 这样 如果他真的要做什么的话 其实有太多时间可以做了 如果你一辈度去三天五天 这就是你可能飞一个 超过12小时航程的航班 可以带队上去看电影啦 吃饭啦 回家啦 什么都不会迟到 就是 你可能到这边 还要好一段时间到饭店 才好不容易就是 有网路 或者说你要到那边之后 有个思绪 可以用作才能可以落上这样 那其实这当中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除了很多同事 不喜欢给男朋友颁表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叫做standby duty 就是你在家 或者是在公司待命 那你可能待命是五天的时间 这当中可以抓你五天之内的班 可以抓你两天啊 三天啊 五天的班都可以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 班表换好之后 就是固定这样 有些人可能会比较聪明一点 男朋友用班表 他就会给他 嗯 其实不是最终正确班 你可能说是 不是最终正确班 因为班表其实确实 有可能一直都在换 每个人就是 就是 譬如说我手上拿的是美国 可是我可能想要飞伦敦之类的 我很想要拿洛杉矶去换个伦敦之类的 天数跟时间上动可能会变动 或是你可能拿一个长班 去换一个短班都是有可能 所以 千万不要以为 哦 那好像很不错 叫空姐 或是你现在陪我去空姐 话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其实 嗯 我们要去调动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所以空姐除了 不容易有招往对象之外 因为大部分都是女性 第二点就是 班表这件事情 让人家很有安全感 这个是一般人 应该比较少遇到的 就是这个行业很特别 就是你一飞出去的时候 就近了三点 就会找不到人 你找到他 他来找到你 其实空姐在搭串 几率也不是这么高 或是可能是我本人 可能是我本人 就是看起来有点具体感之类的 那个 我们下次再来讨论空姐 大家在这边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 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YouTube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新影片的时候 才会接收到通知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